在斗罗大陆这个世界中,是存在着魂兽和魂师两种强大的存在,其中魂师是通过修炼来提升魂力的,而魂师就是有着他们独立的修炼方式,是可以通过分辨年限来判定魂兽的强弱,其中魂师在每提升时期的魂力就是会猎杀一个魂兽,因此来获取魂环的,其中每个阶段的魂兽都是会掉落不同颜色的魂环,其中像超过十万年以上的魂兽,在被猎杀之后就是会出现红色的魂环, 这样的魂环在大陆中就是顶尖的存在了,可以说是让魂师都是想要拥有的,而在星斗大森林的深处,就是有着大明这样的十万年魂兽,并且大明在献祭之后,就是给唐三带来了一个十万年的红色魂环,不过在森林中,是有着一个魂兽的修为超过了十万年,却掉落的并不是红色魂环,而这个魂兽就是地天了,作为星斗大森林中霸主一样的存在,地天就是有着接近百万年的修为,这样的修为就算是魂师中的巅峰洞, 都不敢轻易招惹的,而地天因为已经接近神级魂兽,所以如果地天被猎杀的话,它掉落的魂环就是会呈现金色的,这样的魂环可谓是比红色的厉害很多呢,所以地天的魂环,才不是掉落红色的魂环。